好,我们又继续探讨这个REST 它的这个工具 它是怎么设计的 它的流程的这个问题 帮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说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为什么我们序列丢进去以后就出现一个圆柄图 了解其中的道理 OK,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了 好,所以呢 老师讲了就是它的这个REST的这个流程 然后好,我们讲到哪里了 讲到这个地方,对不对 从一个序列丢进去 哎呦,我的笔 序列丢进去,对不对 找了RNA,找了TRNA 找了怪怪的蛋白质 然后把所有的Open Reading Brain叫出来 然后用Kamer跟它的资料库去做注解 OK,好,注解完之后呢 剩下的就是没有办法注解的东西啊 对不对 好,剩下没有办法注解的东西就是说 我在资料库里头 找不到相似的东西啊 可是那个东西呢,又是一个Open Reading Brain 它一定是一个蛋白质 对不对 只是不知道它是什么功能的蛋白质 所以把那些没办法注解的东西都把它叫做Hypercylico Protein 好,所以它接下来就是注解那些没有办法注解的东西叫做Hypercylico Protein 我预测它是一个蛋白质 可是没办法注解它 对不对 没办法注解它还是硬要注解一些东西进去了 对不对 它可能Hypercylico Protein这个蛋白质里面的某一些段落 可能跟资料库里面的有一点点像 不是全部像 可能某一个区块很像 对不对 我可能预测这个东西可能是跟什么东西很像 有关联性 所以它会硬注解这些Hypercylico Protein 跟资料库里面的东西 OK 好,所以还是不知道功能 但是有一些暗示给你 所以最后呢 最后呢 就是移除 移除怎么就把它杠掉 移除那些Overlay重复的一些特征 就也是说注解里头可能有一些重复性 把那些重复性的东西剃掉 然后就输出整个Geno 就完成了注解 对不对 完成了注解 然后完成注解呢 就出现了 它按照它的那个600个 是不是600还500 忘记了 好像是600吧 600个这个次系统 次系统 的分配 对不对 分配哪些基因是放在哪个次系统的 然后建构一个Pi图 对不对 还有表格 OK 所以你就可以 点进去看 它注解完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 所以我们介绍到这个地方 了解了它整个 它这个 程序的这个设置 所以最后你就得到这个东西了 对不对 注解完了 你就可以去看 去看它的这个 次是这个 subsist的这个Pi图 好 那接下来 接下来老师要做介绍什么东西呢 好 怎么样上传Rest 对不对 OK 好 所以我们做完了基因体 对不对 那个基因体呢 我们要上传到NCBI 那也要上传到Rest 对不对 怎么上传 所以Rest打开之后呢 在YourJob这个地方 当然我们实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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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 上傳一個新的工作 好,怎麼上傳呢? 他告訴你說你要上傳FASTA檔 FASTA檔 或者是GIMBANK的Format這個檔 好,比如說我們的序列對不對 那個生技公司幫我們完成的序列是FASTA檔 所以我就把FASTA檔丟進去 那有時候我是要比GIMBANK裡頭的Hold you long 那是別人做的 所以我必須要downloadGIMBANK的Format 對,然後丟進去裡頭請他幫我做派圖 另外呢,他是說你要丟一個 你還要除了這個丟序列之外 你還要有這個 這個toxonomy 分類的identify 好,也就是分類的ID 這個東西 好,所以你要丟序列 還要丟分類的這個ID 那分類的ID是什麼呢? 分類的ID就是 在NCPI用的那個分類的ID 對不對? 好,比如說我要丟一個序列 好,丟一個序列 對,假設我要丟這個序列好了 這是別人做的嘛 他做的Hold you long序列 Shot gun sequence 三彈槍序列 對不對? 組裝好了 然後他已經上傳CBI 我對這支券很有興趣啊 我想要用RES的方法來看它 對不對? 好,那首先呢就是 在分類這個地方 對不對?分類這個地方 有這個預見門綱目科署嘛 好,這個東西對不對? 好,你去點它 點它之後呢就會連結到一個網頁 分類的網頁嘛 點它的學名就會出現分類的網頁 好,有學名 學名下面就有一個Toxonomy ID 好,就是Toxonomy Identifier 就是一串數字 好,它要有這個數字 好,或者是在另外一個地方也是看得到 這個網頁往下拉 往下拉你就會在最後面 這個地方 它就有TalkSong 然後一串數字 好,所以你要上傳序列的時候 上傳序列的時候 你一定要給它這個數字 除了Festa檔 或者GIMBANK檔之外 你要有這個數字 好,那你說老師 那我的GIN 怎麼去找這個數字 好,我們的GIN 我們就已經知道它是什麼數了 對不對 什麼數,對不對 你去註冊NCBI的時候 它就會給你一個ID 好,你註冊的時候 註冊完了之後 它就會顯示那個ID 所以你一定要先註冊 NCBI 拿到這個Toxonomy ID 你才能放到REST裡頭 因為REST告訴你 你要給它序列 還要給它分類的ID 好,所以這是要注意的地方 你要上傳序列 上傳序列 你要有序列 還要有Toxonomy ID 才可以進行 那下面老師就演示一下 怎麼上傳序列 首先要抓序列啊 對不對 抓序列 怎麼抓序列呢 有幾種方法 比如說我對這支劇呢 很有興趣嘛 對不對 它有做了Hold Genome 做了Hold Genome 第一個方法呢 就是我在這個Hold Genome的網頁裡頭 它有一個Assembly 它組裝的代碼 對不對 組裝的這個代碼 我從這個組裝的代碼按下去 按下去之後呢 它就會跳到這個地方 到這個網頁上面就有個藍藍的 它就有Download Download 那你就按Download 按了Download之後呢 它就跳出來 你要Download什麼東西啊 它有兩個選擇 你要Download這個 REF sequence的格式 還是要Download Genome Bank格式 這個地方可以選 它就是兩個選項 比如說我要Download Genome Bank的格式 對不對 因為它說它是Genome Bank格式 我就Download Genome Bank格式 然後這個地方按下來 我要Download 哪一種Genome Bank的格式可以選 對不對 我要Download Festa檔的格式 比如說我就Download Genome Bank Festa檔 選好了之後就按Download OK 然後它就會下載成一個Zip檔 好 下載成一個Zip檔之後呢 你就把它解開 有沒有 這個地方下載成Zip檔 然後你Download Festa格式 叫做FNA檔案 它的次檔名是FNA檔案 你把它打開來看 FNA檔案用什麼東西打開 我就用那個啊 副屬應用程式的啊 副屬應用程式的啊 那個筆記本啊 打開 OK 先Check一下它到底是什麼什麼東西啊 FNA格式的這個東西 它就是Festa檔啊 有沒有 這邊一個箭頭 然後呢 說明 然後下面就是序列 所以你Download就是Festa檔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桌面了 好 好 我把序列Download下來了 把它放在桌面 好 這個就是Festa檔桌面 桌面以後呢 我就用這個BioEdit打開 直接按它沒用 因為BioEdit不認識 所以你要先把BioEdit打開 然後把這個檔叫進來 叫進來之後 你就發現 這真的耶 就是它耶 不同的Counted 對不對 從第一個 第十個 第十一個 有沒有 這個Counted 每個Counted的序列 好 所以我成功的Download下來 好 所以我就可以把這個東西 丟進去Rest裡頭的這個新工作 請它幫我重新註解一遍 我丟進去的就是DNA序列 好 這是第一個方法 從Assembly的這個地方 進去 去Download它 好 所以我就可以把那個序列 我Download序列 對不對 丟到Rest裡頭 它叫我選擇檔案 我就選擇桌面那個檔案 對不對 好 所以選擇檔案序列丟進去 以後我就按Step2了 好 Step2按下去之後呢 它就已經幫我 把這個東西 很快的算出來了 我到底丟了多少 剪輯隊下去 對不對 丟了多少個Counted進去 G加C也都幫你算出來了 有沒有 然後呢 你的這個最短的Counted的序列 是多少 中間的N50序列是多少 最大的序列是多少 有沒有 有沒有 它幫你算 都已經幫你算出來 你只要序列丟進去 它就幫你算出來 好 這個Step2 第二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是丟序列 按Step2 Step2 它就已經幫你算好了 好 算好了就往下拉 你有東西要填 好 第一個就是要填Toxolomy ID 你一定要有這個東西 Toxolomy ID 貼上去對不對 因為那些資訊是別人做的嘛 它已經在NCBI上 NCBI已經給它Toxolomy ID了 所以我就把那個Toxolomy ID貼上去 貼上去 不要忘記 你要按這裡 它要按一下 按一下呢 這個數字呢 它的這個 建門綱目科數 的分類地位 就會自動的被吃進來 OK 好 所以你貼了數字 按這裡就會出現這邊 本來是空白的 現在已經出現了 從細菌域對不對 然後變形桿菌門 對不對 然後Beta變形桿菌 有沒有 建門綱目就出來 再來就要填這裡 你的細菌是屬於細菌的 不是古細菌也不是病毒的 然後你的署名是什麼 總名是什麼 或者是strand的名字 OK 就是把你要的學名貼進去 然後再來就要選這個 對不對 Genetic code 就是那個密碼表 密碼表 密碼表它就兩個選擇 第一個就是大部分的細菌 使用這種密碼翻譯表 其他有一些怪怪的細菌 或者是真菌 它是用另外一種 4號的密碼表 我們是 就是選11 把這個填完之後 就按step3 我們已經貼了序列 對不對 第1步驟 第2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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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貼上ID是多少 然後把這個資料 key進去 然後就按step3 按了step3之後 就跳到step3 的這個地方 它就告訴你說 你有沒有一些參數 要改變的 比如說 它這個地方 它有resttk 這種方法去做 註解 還有一種 就是它古早的方法 classical的這個方法 有沒有 我們剛才講那一篇 它有古典的方法 還有它改進的方法 對不對 那當然我是選 新方法 新方法 對不對 它改進的方法 好 另外呢 就是說你要不要 就是customize 你自己要不要弄一些這些 這個就是 它的那個流程圖的這些地方 你要改變 那它傻瓜設定是沒有 也許你可以試看看 它那個流程圖 你覺得什麼地方 要加要減 對不對 你可以 選yes 好 ok 另外就是它問你要不要 自動修正錯誤 傻瓜設定是yes ok 然後呢 比如說它問你 你要不要修 修定friendship 也就是說那個 這個 基因的那個順序 它有缺字 所以造成翻譯的時候呢 會造成friendship 對不對 傻瓜設定是沒有 你也可以go yes 對不對 它幫你自動修正 friendship的這個問題 ok ok 所以如果是我選 我可能就會請它幫我修正 這個 序列上可能 讀錯的這個地方 好 另外呢 還有一個地方也可以選的 就是 你要不要建構一個 這個代謝的模型 它傻瓜設定是沒有 ok 這個地方就可以選 ok 因為我學生大概就是傻瓜設定 直接就按 最後的步驟了 如果是老師來做的話 我一定會試 建構一個代謝的模型 到底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因為都是你們download的 今天老師只是來試一下 就發現說 它有一個什麼建構代謝的模型 有沒有 它說如果你使用rest去建構一個代謝的模型 請你選選它 所以學生大概都沒選這個 我也不知道這個做出來會不會有一些新的功能 好 另外就是你要不要把那個debug 去除蟲子的那個 城市裡面的蟲子的系統打開 對不對 它傻瓜設定是沒有 那最後一個是最有趣的 disable replication 換句話說 這個id 這個序列 你已經丟進去過一次 你想要丟第二次 你想要再請它再註解一次 它會不願意的 你知道嗎 因為你丟進去以後 它跟kegg不一樣 你的帳戶會吃它的那個 它的記憶體 所以它不希望說 你這個序列你已經 用rest做過一次之後 你又想再做一次 重複做 它呢 不給你重複做 所以這個系統應該是 這個序列我做過一次以後 在我的工作列表裡頭 我想再做一次這個序列的時候 是不允許 不允許 OK 那如果你真的要請它再用rest 再幫你算一遍的時候 怎麼辦呢 你就勾這個yes 他說呢 如果你的工作 它鑑定以後呢 跟前面的工作是相同的 可是呢 你還是想做的話 對不對 那你就勾yes 懂嗎 好 所以換句話說 欸 我可能前面那個註解 我覺得 我好像弄錯了什麼地方 對不對 我想要再註解一次 可以 那你就go yes 那它就會再幫你重新再註解一次 不然的話 你序列丟進去呢 它不 它一定會告訴你 你前面做過了欸 不要再做了 OK 不跟你再做 好 這樣理解 好 所以選完這個東西 選完這個東西 就是說 如果你不看的話 就直接按 上傳吧 完成上傳 好 那如果你是重新 想要再註解序列 那個序列再註解一次 你就要go yes 如果是老師的話 老師可能會在這個地方 請他幫我做一個代謝的模型 對不對 然後修正一些錯誤 OK 好 那沒關係 反正就按了 上傳吧 好 按了上傳之後呢 按了上傳之後 喔 那我的工作就會跑到這裡 工作表 對不對 這個地方就會開始跑 因為它註解需要時間 你就會發現這個地方就紅色的 綠色的 它就開始跑 最後呢 就會完成 完成就會變成全綠色 所以就是你上傳完畢了 你就可以打開來看 好 所以老師講解了就是 怎麼樣把你 一個序列丟進去 一個序列丟進去 REST裡頭 然後出現在你工作表 這件事情 好 到這個地方的問題 就是你要準備你的FASTA檔 FASTA檔 然後你要有個ID 好 NCPI給你的分類ID 好 這樣子 你才可以上傳 好 所以到這個地方上傳完畢了 好 老師沒有真的上傳 老師只是把那個勾勾 都 該填的填一填 最後我們要按完成 最後我們要按完成 所以這個最後的一個還是你們上傳的 OK 好 好 接下來接下來 接下來 好 這個地方跳過 好 好 接下來就是我把這支菌 我們做完的這支菌 點開對不對 點開 點開 點開以後的主網頁就是這樣子 主網頁 主網頁在最上端 那下面就是這個派圖 那老師要介紹一個功能 這個功能 蠻好玩的 你上傳這個ID 對不對 然後他計算完成之後呢 他這邊有一個neighbor 你的鄰居 你可以看最近的鄰居 這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rest裡面有一些公用的資料庫 有沒有 至少他有那五百支細菌 還有一些人啊 上傳之後呢 他公開給大家使用 對不對 所以就會有一些在資料庫裡頭 已經人家傳好的序列 按你的序列傳進去之後 他們就已經做了比對 所以他就可以幫你挑出來 你在序列裡頭 你的序列跟別人的序列 哪些是你的鄰居 所以這個地方你按下去以後呢 他就會出現最接近的鄰居 比如說我們家的這支菌 CHRR16 QB vector的這個菌 在資料庫裡頭啊 這些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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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菌是你的鄰居啊 你的鄰居 第一名呢 分數最高嘛 這個就是計分辦法算出來的分數 有沒有 510分是最高的 是這個 Polar Monus 什麼JJ6666 66大順 對不對 JJ6666還出現第二次耶 有沒有 同一資訊出現兩次 那個就是重複使用它的註解系統 對不對 那你就要勾我前面講 你覺得第一次和第二次有差別 所以你要重新註解 有沒有 所以這些序列呢 不是你的序列 這些序列就是資料庫裡頭 你的序列丟進去以後 他找到 跟你序列呢 得分最高的這些鄰居 OK 這樣子你也可以知道 我的序列 丟進去 他幫我分析我的鄰居是誰啊 我的鄰居 是誰 OK 所以每一隻鄰居 比如說第一名的66大順 你點他的ID 有沒有 Genome ID 他就會跳到這個網頁啊 666 有沒有 所以我就可以比較啊 我的序列跟資料庫裡的某一個序列 最像那個序列 註解完他們的系統 在代謝上是不是相似的 相似的 我就可以去比較 所以這個功能蠻好的 OK 我可以 除了我上傳的資料之外 我還可以看公用資料庫的一些資料 找我最近的鄰居 去觀察他們的 註解完的功能是什麼 OK 好 所以這個就是工作列表 打開一支註以後的最上面 老是補充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最 最近的鄰居 然後你可以打開每一支 最近的鄰居 去看他的這個註解 好 好 接下來就講派圖啦 對不對 派圖大家都知道 對 要不然你做了這個派圖 好 老師不是要講派圖 老師要講這個地方 Future in subsystem 這個地方按下去呢 不是派圖 派圖 是表格 派圖就是 眼睛看了 對不對 彩色的很漂亮 按這個呢 就是表格 好 表格 註解的這個表格 好 所以你按下去後 就註解的表格 像這樣 註解的表格 對不對 你的 這支菌 所有的幾千個基因 對不對 好 這些基因呢 是在哪一個category 哪一個目錄裡頭的赤目錄 對不對 的赤目錄之中 好 然後這是他的角色 這個基因所扮演的功能角色 對不對 好 那老師呢 常常用這個東西去搜尋 好 搜尋 我是把它當作一個搜尋 搜尋 工具 好 比如說 我要想要知道說 我的 細菌裡頭的pillus 鮮毛 對不對 鮮毛這個東西呢 我不知道它的次分類是分在哪裡 所以我把派圖打開 我根本不知道鮮毛 是放在哪一個次分類 好 鮮毛又不是放在運動的那個地方 在運動的地方講的是鞭毛跟趨化作用 那我這個是小毛 鮮毛 對不對 然後它在細胞壁的地方也沒有 OK 好 所以我不知道鮮毛 它它放在哪一個次單 次目錄裡頭 所以我就乾脆用搜尋 我到這個地方 road這個地方打上 pillus 好 打上了pillus之後 它就幫我搜尋了 找到了一堆 有沒有 功能上 裡面有pillus pillus 有沒有 這個地方有pillus 有沒有 這個地方有pillus 所以呢它就會把我 這幾千個基因 它的角色是有pillus這個字的 基因呢 全部 抓出來 抓出來以後我就知道了 原來 原來啊 鮮毛是放在分泌系統裡頭 有沒有 鮮毛 它是放在赤木錄裡頭的 分泌系統 它是屬於第二型分泌系統 才可以看到鮮毛 所以呢 鮮毛怎麼會放到分泌系統 我也不知道 ok 當然有些鮮毛 是跟分泌是有關的 但是它就是把你的分泌 把鮮毛放到分泌系統 所以老師一直找不到 老師想要看到它是第幾型鮮毛 這件事情困擾我很久 ok 現在打開細胞壁也不是 對不對 打開這個運動系統也不是 找不到 原來它藏在分泌系統裡 有沒有 分泌系統 然後呢 蛋白質跟核蛋白的分泌系統 所以它是放在分泌系統 那分泌系統的赤木錄是誰呢 在往前的目錄 它是放在膜運輸裡頭 分泌就是把東西分泌出去嘛 所以它的目錄 最上層的目錄是放在membrane transport 這想都想不到 鮮毛怎麼跑到membrane transport 我們學微生物學 鮮毛的功能第一個就是附著嘛 這個短短的毛就像鬼針草的刺一樣 它靠這個毛呢可以 扎在組織細胞上面 對不對 另外呢 鮮毛還可以幹嘛 用來交配啊 對不對 變成性毛 想都想不到 鮮毛它竟然把它變在 膜運輸蛋白質分類裡頭 怪不得我一直找不到 所以這邊是介紹你一個功能 你要找某一類的基因 然後你又不知道它藏在哪裡 那你就到這個表裡頭 來搜尋吧 搜尋 搜尋完你就知道你要去哪一個 上一層目錄去找你的東西在那裡 OK 那你也可以把它打開 把它打開 好 OK 好 所以呢 這個是派圖 派圖的後面還有一個就是表格 表格 它是把表格變成派圖嘛 所以我們直接去看原始的這個表格 好 接下來就是介紹派圖了 好 那介紹派圖啊 對不對 對不對 我也是一樣把那個細菌的派圖 對不對 比如說我對這個蛋代謝很有興趣 Nitrogen metabolism 蛋的代謝很有興趣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在這個刺系統裡頭 蛋的代謝 我這支菌呢 有28個基因 然後它又分成這幾個更刺的這個系統 對不對 我對這個脫消作用很有興趣 Denitrification 就是脫消 也就是我們講的蛋循環這件事情 脫消 或者稱為反消化 作用 所以換句話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我們的消酸還原 把消酸還原掉 也就是你做API20N1的時候第一格 加了AB4G以後又加新粉的那個消酸還原 對不對 這件事情在講什麼東西呢 它就是把消酸脫掉嘛 消酸根 脫掉以後變成亞消酸 對不對 再脫掉就變成氮氣跑掉了 所以這個過程叫做消酸還原 叫做脫消或者是反消化 變成氮氣跑掉了這件事情 好 我對這個細菌裡面的這個系統很有興趣 對不對 我就點下去 點下去以後呢 就會跳到另外一個網頁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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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跳到另外一個網頁 第一個這個網頁呢 它有好幾個選項喔 哈囉 哎呦 小一點 哎呦 不給我選 欸欸欸欸欸 好 我點下去這四個基因對不對 它就會跳到另外一個網頁 第一個網頁呢 它常常會畫圖 好 告訴你說 我收到這個子系統裡頭 好 它的這個基因的 好 有哪些基因 它的基因的這個 好 出現的這個順序 好 好 所以呢你看 好 它就告訴你說 喔 有一套 基因呢 是NAR NAR 好 好 這套基因呢 NARG才是酵素 它是酵酸還原鎂 所以它的作用就是把酵酸 酵酸 做第一道的還原動作 變成亞酵酸 好 這個才是主要的酵素 其他就是在這個 一套基因裡頭 其他輔助的東西 OK 這是主要的酵素 好 好 再來另外一套基因 是這個方向 對不對 主要的基因呢 是這個 NOS NOS Z 這套基因 對不對 那這套基因 Z才是主要的酵素 它做什麼東西呢 它是把這個 Nitrous Oxide 做這個還原的 Nitrous Oxide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NO2 N2 N2 的這個還原 對不對 啊 對不起啊 NO啊 NO的這個還原 N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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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原成蛋器 再連下來 你會看到其他的基因 一個是亞硝酸還原酶 NIR 最重要的酵素是K OK NIR就在這裡 把咬硝酸還原成液氧化蛋 液氧化蛋 那這下來呢 是NOR 這一套基因 最重要的是NORB 它是液氧化蛋 還原酶 所以整個串起來就是這樣 從硝酸變成亞硝酸 對不對 啊 老師剛才講的 省略很多過程 直接變成氮氣 它中間經過了 一氧化氮 二氧化氮 不是 一氧化二氮 最後變成氮氣 OK 所以它就是把這些基因 收入成一個表格 告訴你說 你有這些基因 哪些基因你有 有這件事情 所以前面呢 它會畫一個圖說明 但是不是一定都有 所以這個Diagram 就是跑出來的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Functional Role 這些代碼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所以你Functional Role 點下去以後 它就會解釋 NAR的意思 它是一個Transcription Regulator 它是轉路的調控因子 對不對 NARK 它是硝酸跟亞硝酸的運輸 對不對 磨運輸的 的這個系統 對不對 NARG 它是跟硝呼吸 呼吸的這個硝酸還原酶的α 所以這個硝酸還原酶 它有好幾個蛋白質組成的 有α,β,γ,γ,γ α,β,δ,γ,γ 組合在一起 所以它就是解釋說 每一個基因的功能是什麼 所以你要了解說 它那個代碼是什麼意思 你要到Functional Role去查 那個是什麼 它做什麼東西 好,再來就是Subsystem 它這個Spreadsheet 就是它的這個表格 所以按下去以後就變成表格 對不對 這個地方 它前面講的這些基因 幾套基因 你有哪些基因 是被它註解到的 OK 好 所以這個表格是 它也可以跟你附近的這些細菌做比較 我有哪些基因 別人有哪些基因 好 比如說你知道你有這一套基因 對不對 這套基因 好 那接下來就是Description Description Description就是說明 通常有時候寫很多 有時候沒寫 有時候寫很少 它其實就在說明前面那件事情 消酸變成雅消酸 然後變成一氧化氮 對不對 然後一氧化二氮 然後變成氮氣 就這樣簡單的說明 這也沒什麼東西 好 再來就是Additional Note Additional就是附加的說明 對不對 其實就是跟前面的一樣 它就告訴你說你的那個代碼分別是什麼 什麼意思 其實這個東西就跟Functional Row一樣 它只是一個附加的說明 沒有變成表格 但是這個地方 它少了一個東西 它沒有那個代謝圖 所以每一個次系統不見得會畫代謝圖給你 它沒有代謝圖啊 我想要看說 它是從哪裡代謝到哪裡的 我不是只想看它有哪些基因 我想要知道它的那個代謝過程 代謝圖 它沒有 所以老師又去找了次系統的另外一個 剛才我看這四個沒有 這四個沒有 所以我就舉了另外一個例子 它上面的 ammonia assimilation ammonia就是氨啊 氨的同化作用 它有14個基因 我就點進去啊 點進去一樣啊 點進去以後就跳到一個網頁 它就有一個diagram 它畫圖給你看 氨的同化作用 有沒有 我們在講那個硫 鐵硫還原菌的時候 氨被送進來之後 外界的氨送進來之後 會轉換給誰呢 轉換成給glutamine glutamine再多加一個氨之後 就變成glutamine 有沒有 所以這個酵素呢 就是glutamine synthesis glutamine的合成酶 把氨加進去變成兩個氨 那這個氨呢 就會再去給別的東西 別的碳裂 然後呢 它就會變成別的氨基酸 有沒有 所以它在解釋說 氨的同化作用 從外界的氨怎麼變到 細胞裡面其他的 氨基酸的這個過程 好 所以這個是氨的同化作用 這個次系統 的這個解釋圖 好 好 那老師要看了 這個前面我們就不看了對不對 我就要看了這個Sentorius Sentorius Sentorius就是它的代謝圖 我有這些基因 安排在代謝圖裡頭的情況 所以Sentorius放進去就是代謝圖 有沒有 我突然發現說 我的 那14個基因就在做這些工作 有沒有 從氨 然後變成glutamine 對不對 好 OK 好 那 對不起 那為什麼變成 哎呦 又畫到 安呢是給glutamine的 安 應該是先給glutamine 應該走這條線 有沒有 安要給glutamine 然後才會形成glutamine OK 所以它在解釋這些代謝過程的這些不同的路徑 結果我的是氨變成glutamine 然後我有這個酵素 對不對 然後我變成glutamine 要把氨脫掉 然後我有這些酵素 對不對 有顏色就表示說我有找到了 可能不完全 所以它有不同的顏色 完全的可能是這個顏色 然後我有那些基因 但是那個基因好像我跟別人比我比較少 不完全 那它就會顯示顏色的差異 好 那我剛才是要看硝酸的還原耶 脫消反應耶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KGG的代謝母圖啊 它就是把我的那14個基因 組成的酵素放在代謝系統上 OK 可是它就沒幫我做那個硝酸還原那件事情嘛 硝酸還原在這裡 剛才的硝酸變成雅硝酸 所以代謝母圖有啊 硝酸在這啊 硝酸 雅硝酸在這啊 然後呢變成什麼 一氧化氮嘛 Nitrooxid一氧化氮 然後呢再變成一氧化二氮 然後再變成Nitrogen 有沒有 代謝圖是這樣子走的 可是呢這個 那個吃系統竟然沒幫我畫圖啊 沒幫我畫圖 那怎麼辦呢 自己畫 自己畫 自己查 好所以呢接下來我們就看 老師怎麼把他沒畫圖的我自己畫進去 這件事情 好 這個就是他連結出去啊 KEGG 好 它有個連結嘛 我們在KEGG那個地方有講過 REST有連結到KEGG的圖 好 那個圖跟那個圖很像啦 一樣啊 好 好 所以我們又回到 前面的那個脫消反應 脫消反應呢 好 我們查的這支菌呢 啊 QBV CHRR16 它有這四個基因啊 它有這四個基因 有沒有 好 這四個基因就是NAR 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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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四個基因 好 然後我就去看它的這個 Diagram 一開始的Diagram NAR就在這 NAR 有沒有 NAR就在這 NAR是什麼意思 硝酸還原酶啊 對不對 也就是這個地方 NAR 就是從這裡到這裡 硝酸變亞硝酸 所以你如果要畫進去代謝圖的話 就表示說 我有這四個基因啊 有沒有 這四個基因 這四個基因 NAR 這四個基因 對不對 GHJK 所以我有GHJK 但是我 不是 GHJI GHJI 我沒有K 但是我有這四個基因 可是這四個基因 這個最重要 這個呢 沒有 也許沒關係 對不對 ok 所以回到代謝圖的話 我應該畫這裡啊 回到這個 RES的代謝圖 對不對 我應該是這樣子走啊 硝酸變成亞硝酸 我應該是這樣子走 對不對 可是這樣子走 有好幾個酵素啊 有沒有 有好幾個酵素都會做這件事情 他們的酵素代碼都不一樣 EC number都不一樣 那我到底是這樣子走的 還是這樣走的 我也不知道 我用哪個酵素我不知道 對不對 那就要查 那就要查 好 所以我 首先知道我會走那樣子 對不對 走那樣子 ok 所以就是老師畫了嘛 我會從硝酸變成亞硝酸 我會這樣走 但是是哪一個酵素 我們知道 好 我們知道就查 對不對 好 這個地方有沒有 我有這四個基因啊 這四個基因啊 這四個基因都有連結嘛 有沒有 這四個基因都有連結 我就點一個看看嘛 點一個看看那個基因 好 點進去一看 哦 點進去一看啊 咦 他就告訴我 你點進去那個基因的酵素代碼是這個 17994 有沒有 我點進去以後 他就告訴你 你那個基因就是17994 有沒有 17994 好 所以回到前面去啊 好 哈囉 不要睡覺 好 對不起 回到前面去 有沒有 哦 原來我就是這個17994耶 就是17994 哦 我那四個基因應該會組成17994 所以我是這樣子過來 好 我有這個基因 這個酵素 這個酵素 17994 OK 那問題就解決了嘛 對不對 你沒話我自己查 原來我是這樣子過來 好 這樣理解 所以我只會做第一段啊 硝酸變成亞硝酸 亞硝酸做變成氮氣的過程 我不會啊 好 所以呢 到這個地方 我們講到透過連結 連結之後呢 他就會告訴你的酵素代碼 而且那個連結的地方呢 這個連結的地方 他就會給你這個圖啊 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圖 你的基因圖 那我剛才點的是第一個基因嘛 第一個基因 基因那個基因就是這個嘛 然後他就會從資料庫去抓 你的基因排列順序 跟資料庫的哪些基因排列順序很像的 有沒有 17994啊 他的基因排列順序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 然後資料庫就幫你抓 跟你排列很像的 這樣子排列的 對不對 比如說你這樣肉眼一看啊 咦 這樣子看起來 這個也蠻像的 有沒有 這裡 這裡 咖啡色的 咖啡色的 2的有兩個 有沒有 有兩個 然後再來是紅色的 對不對 然後再來是棕色的 藍色的 蠻像的 那這兩個是什麼菌呢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你的鄰居第一名啊 66大順 有沒有這個 Pleomonas JS666 他的基因順序 在這個地方 基因順序跟你好像 很像 很像 對不對 怪不得說 我的序列一丟進去 他就告訴我說 演算的結果 你跟資料庫的哪些細菌 很像 很像 而且基因的排列順序 也很像 所以你們一定有什麼關係 演化上的關係 演化上的關係 這樣理解 所以每一個基因 點進去之後呢 他就會告訴你 基因的排列順序 然後你就可以看說 我的旁邊排誰 在旁邊排誰 然後他已經有建議你說 你的基因排列順序 跟他收集的資料庫裡頭 哪些細菌的基因排列順序 蠻像的 蠻像 那你可以了解一下說 我的排列順序 跟其他的細菌 像在什麼地方 或者是不像在什麼地方 OK 這樣理解意思 好 所以呢就是 從那個 spreadsheet裡面 某一個基因 點進去以後 他會告訴你 一些資料 然後告訴你基因的順序 然後告訴你基因的順序 而且你可以點 Sequence這個地方 我那個基因的序列是什麼東西啊 對不對 我如果還要去NCBI 把那個東西調出來 多麻煩 你點進去他就告訴你序列 而且他不只告訴你自己的序列 他還告訴你的鄰居的這個 是序列 他都幫你整理好好的 所以你這個地方 所以你這個地方點進去之後 點進去之後 他就一個列表 第一名就是你 對不對 第一名就是你 啊 剛才他幫你抓的 你基因排列順序很像的那些細菌 他都把第一人 他都把第一人 的序列 都幫你排好了 比如說我們剛才講的 我們跟那個什麼 666很像嘛 就在這裡 對不對 那序列就在這個地方 好 所以我就可以把序列抓下來比較啊 抓下來比較對不對 我可以抓DNA序列 或者是抓蛋白質序列 他直接幫我翻譯好 對不對 然後我就可以download序列 然後網上也可以幫你做align序列 幫你排 可是網上排啊 我試過啊 網上排排好久 排不出來 所以我乾脆自己排 我就download序列 比如說我選擇protein 因為這個東西是可以翻譯成蛋白質 我比蛋白質嘛 所以我就選擇蛋白質 我就把序列download下來 一download下來之後呢 馬上 我的mega就跳出來了 嚇我一跳 我download下來 我一按mega就跳出來了 好 mega跳出來就是我的序列啊 氨基酸序列啊 跟他建議我的 跟我很像的序列 氨基酸序列全部都download下來 好 比如說666就在這裡面 在哪裡 666 666就在這兒 第一隻就是我啊 這隻就是666嘛 對不對 所以我就可以請mega幫我做alignment 請你把這些跟我很像的蛋白質 幫我排一下 然後畫演化術 所以我就知道說我align完之後 我跟這些 他建議我的這些鄰居 的相似性關係 還可以建構出 這個蛋白質 這一個蛋白質的演化術 有沒有 所以這個功能蠻好用的 好 所以差不多50分鐘啦 我們再把它稍微 再看一下 老師這個地方教了什麼 這個50分鐘的課程 好 所以這個課程呢 老師就是教了註解 不是註解 註解完了之後 老師示範了 示範了怎麼把你的序列上傳到rest 有沒有 這個小時 就是講這個東西 怎麼把你的序列上傳到rest 好 你要有Festa檔 你要有ID OK你要填完這些表格 然後就上傳 等它做完 做完之後你就會出現在你的工作表 You will drop OK 那你就會去點它 點它之後呢 老師介紹了一個東西 就是neighbor 你可以看說你的序列 它已經幫你算好了 你跟它的公用序列裡面的哪些 基因體很像 很像 它已經幫你列表列好了 所以你可以去查看 別人跟你很像的序列 到底是什麼東西 好 另外呢 老師就開始介紹派圖了 對不對 派圖的這個表格功能 老師都把它當作一個搜尋工具 去搜尋說我的蛋白質 某一個蛋白質 不曉得藏在派圖的什麼地方 我就直接打字 然後我去看說 原來你常在分泌系統 好 另外呢 老師教了 我開始用派圖去看某一個代謝途徑 對 然後解釋說它這些代謝途徑 告訴你哪些基因呢 然後哪些基因的 那些代碼是什麼 什麼功能呢 第一個就是調控蛋白質 第二個是運輸蛋白質 第三個才是酵素 而且這個酵素還好幾個 次單位 有alpha beta delta gamma 組成一個酵素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我的基因的代碼 分別是什麼意思 好 然後我有哪些基因 我有這四個基因 可是這個系統 這個這個次單位 竟然沒幫我畫素圖 我不是畫素圖 畫代謝圖 畫代謝圖 這個就麻煩 對不對 所以我就找了旁邊的 旁邊的一個次系統 它也是氮代謝的 所以它都一定會把它畫 畫在那個氮代謝的那個母圖上 對不對 所以呢我就 就從這個母圖裡頭 發現了我剛才要看的東西 就在這個邊邊 這個邊邊 那我就自己註解進去啊 把它畫 畫旗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就回到 哎呦 又按到了 媽媽呀 沒有 對不對 所以我又回去 剛才的那個 銷算還原的地方 結果它去點它 去點它以後 它就告訴我 我的那個EC number是多少 對不對 EC number是多少 我就查到啦 原來我是這樣子走過來的 是走這個酵素過來的 對不對 然後呢 它還有一個功能 它有一個功能就是 它會把基因 畫圖給我 這整串基因 我是一號嘛 我附近的是哪些基因 它都幫我大大小小畫好了 OK 然後呢它還把 我的鄰居 基因排列順序 跟我畫同樣顏色 告訴我的基因順序 跟我的鄰居 長得蠻像的 對不對 那我也可以比 我這一個蛋白質 跟我的鄰居之間 我可以做alignment 我可以download下來 做align 然後可以畫出 氧化素 所以這個就是REST裡頭 強大的功能 強大的功能 所以我可以知道說 我想要研究那個 那套代謝系統 對不對 代謝系統 它到底是怎麼走的 那代謝系統的某一個蛋白質 跟哪些 已知的蛋白很像 那它們的演化關係是什麼 OK 好 所以到這個地方了 一個小時了 好 好 我再次去祝禱